这个是用来保养锡炉的 就是说保养锡炉会 锡炉会是高温 记得戴好手套 这两个套筒扳手 是清离锡炉喷口的 清离锡炉喷口的 这些东西 这个是只有一套的 不要不要丢失了 这个比较难买 这个刀子 也是用在锡炉上面的 这是捞锡扎的 这个摇饼是摇倒轨宽载的 放在进口处 就是静板的那地方 那里有个接口 其他工具 就是日常做保养 需要用到的工具 这里有一本小的说明书 这是工具箱 然后拆包过后 这个是喷雾箱上面的过滤网 这是拿来备用的 可以先不用 因为它原机上面会有一个 然后就说时间久了过后 你清理锡里网的时候 把旧的那个拿下来 把这个新的装上去 旧的清理干净过后 再放到一边 然后就说轮回使用 这里有两个槽 我们叫阶析槽 里面还有一个钩子 钩子是捞锡 阶析槽 它就放在这个下面 这里一个 还有这边一个 两个阶析槽 然后这个箱子里面 还有一个入口接拨 入口接拨 我就现在就没拆包了 入口接拨 它就是装在这个位置的 入口接拨 这里还有两三个支架 这个支架拆开来 它就是方便 就是说保养的时候 把这个箱子这样 这样支撑住的 支撑住箱子的 好 这里有一个箱 这里还有一个桶 这个桶呢 就是放你们的 猪汉器桶的 这里有几个洞 就是说以后 我们那个猪汉器管道 就从这个洞里面 插进你的这里桶 啊